水产饲料挤压棚化支离设备 是近年来饲料机械加工行业的一种新产品 作为先进的加工技术 可以使饲料中淀粉糊化度提高 增强蛋白质效价 并可钝化饲料中的一些抗营养因子和毒素 使饲料中细菌数降低 适口性好 持水时间长 同传统的水产饲料加工方式相比 有着不可比拟的优点 水产饲料挤压棚化支离设备 主要由双轴不等径蒋液调制器 挤压棚化支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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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重要步骤之一 物料在进行适当调制后 为淀粉更完全的糊化 创造了条件 有助于提高棚化剂的产量 双轴不等径蒋液调制器 是利用蒸汽的对流传导原理 通过调制器上若干蒸汽喷孔进入机内 当物料经喂料器进入调制器时 受到蒸汽的喷射渗透和不等径 搅拌蒋液差速旋转的作用 与水分和蒸汽均匀混合 物料沿调制桶壁轴向移动 圆周回转 及两轴间的相互交替换位 充分加热混合熟化 增加了物料调制时间和提高了调制质量 为保证蒸汽质量和控制蒸汽流量 在蒸汽管路中安装了截止阀 输水阀、比例阀及蒸汽流量传感器等控制元件 控制蒸汽的质量和添加量 高压饱和蒸汽通过分气包进入调制器 水添加系统中装有流量剂和控制阀 根据味料量的变化可以及时调整供水料 经过调制器的物料进入挤压膨化制力机 物料在膨化机内受到挤压螺旋 阻塞栓及膨化枪剪切槽的剪切、揉搓和混合作用 致使物性改变、淀粉糊化度提高 物料到达出料模板时受到最大层度的挤压 随着物料的挤出压力骤然释放 水分迅速蒸发、物料膨胀 切割成型的膨化颗粒饲料 外表层逆时光滑 内部蜂窝网状结构 有利于后续油脂、微生态制剂的添加 及在水中的缓释效果 为进一步提高膨化制力质量 根据饲料品质、温度 通过水气控制系统调配膨化机水气添加 当膨化温度低时 可向膨化枪内直接通入蒸汽 或在膨化枪外套中加入蒸汽 膨化温度高时 可以往膨化枪外套注入冷却水 利用蒸汽、冷却水管路上的切晃开关 控制汽水的供给 切割装置具有独特的结构特点 安装、拆卸、调整方便 根据膨化颗粒直径大小 通过变频器调节切刀转速 控制产品颗粒长度 合理的切割装置 使切刀排列整齐 均匀、对称和锋利 挤压成型模板是产品在膨化枪内通过的最后装置 它控制着产品的形状、质地密度、外观、特征 以及膨化机的生产量 烘干冷却一体机合理运用 传热理论 采用逆流和混流原理及热能再密用技术 进行膨化物料的烘干冷却 当物料进入干燥机后 高速的热空气自下而上经过多孔筛 穿过物料层 带动颗粒状物料在筛面上悬浮跳跃 这时热空气与潮湿物料充分接触 物料在悬浮跳跃的同时沿筛面 由高到低缓慢移动 在硫化干燥过程中 物料在刮板的作用下铺放均匀 干燥速度一致 冷却排出的热风进入烘干机进风管道 有效热能被二次利用 自动控制系统包括变频喂料 变频切割 蒸汽控制和计算机综合参数处理系统 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 是一套将计算机控制新技术 与膨化智力实验控制方法 高度结合形成的智能化控制系统 采用工业控制软件 实现数据库管理及界面可视化功能 PLC控制器实现数据通讯及控制功能 在水产饲料膨化机上装有温度传感器 电流传感器 蒸汽流量传感器 及时将温度、电流等信息传递给计算机 通过调节喂料电机转速控制浸料量 电动蒸汽自动阀调节浸气量 使膨化机保持稳定可靠的工作状况 计算机对采集回来的数据进行保存 实时显示存档记录和生成实时曲线 数据报表历时统计 挤压膨化水产颗粒饲料 经高温、高压处理、淀粉糊化、蛋白质变性 降低了细菌含量和氧化作用 从而使原料稳定性提高 利于水产动物消化吸收 一般来说可提高消化率10%到25% 同时能使用廉价的植物性蛋白 代替部分鱼粉和其他水生动物原料 降低养殖生产成本 该设备可生产直径1.5毫米至10毫米的浮性陈性饲料 生产率每小时0.8吨到2吨 颗粒成型率大于98% 颗粒浮水时间可达到12小时以上 灭菌指标符合国家有关饲料卫生标准的规定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水产品产量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饲料企业 为追求高质量、高报酬的水产饲料 而采用彭化加工工艺 水产饲料挤压彭化智力设备的成功开发 彭化颗粒饲料广泛应用 对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开拓新的饲料资源 改善产品品质 减少水质污染 保护水体环境 满足人们对安全饲料、安全食品的要求 都将产生重大影响